當時警方收到有人報案 就說Yoho Mall裏面 又有一些暴徒去破壞一些商店 於是我們同事就奉命到了現場去處理 並進行騷擋 希望可以將一些破壞商鋪的人成之於法 大概十分鐘左右 我們同事就在騷擋期間 就和一名男子迎面走向我們的同事 當時雙方互不讓路 我自己看直播 於是引起一個碰撞 其實這些情況 只要大家說一聲麻煩借名 就可以解決到 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就是因為有太多互不相讓的情況出現 才令到這麼多不理想的事情發生 在平安夜的前夕 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大家多一份禮貌 少一些挑釁 我相信香港就會有一個真正平安的平安夜 而且在天安夜的平安裡 私達很可怕 雙方互不相讓土工作 是有什麼得到最新的故事 或是辭職